一段黑历史,朱元璋临死前做错了一件事,让明朝早亡了数百年。 原末乱世朱元璋审时度势,在一帮庶民的拥护下,带领着一帮山野村夫超齐家,或加入了人民的队伍中,那时候他就揭示了徐达、常玉春、刘伯温、李善长、李文忠、冯胜、蓝绿等一帮身怀绝技的伙计,跟他拌把子,推他做团队领导人忠心耿耿地跟着他打蒙古人朱元璋率军 征讨援兵,连年征战朱元璋一行,中将蒙古人驱逐出境,推翻元朝统治可中原战乱,还未平定,以陈有亮为首的地头蛇,还在称霸地方,作为作夫朱元璋还没等全军休养生息完毕,又像陈有亮等下了战书这一仗义,打就是好多年比打蒙古人还费劲,因为陈有亮太了解朱元璋,所以朱元璋与陈有亮 向南爵高下,这可愁怀了他朱元璋与陈有亮的交锋,就在举步为奸之际 刘伯温熟落阴阳之道,又通晓五行八卦之术,能占星会算卦,还料是如神民间传闻他本人有,前之五百年,后于五百年的本领在朱元璋与陈有亮多次南门胜负的交锋中, 刘伯温将陈有亮的统帅大,军之道与排兵布阵之行,看在眼里记在心里,暗地里琢磨出几套破阵方法感觉,时机成熟了,就来朱元璋面前献策。 朱元璋火烧陈有亮,这一两侧界限的,真是恰到好处,捡了朱元璋的燃眉之急布,管谁来禁言朱元璋,通通不听他,就认准了刘伯温在刘伯温的建议下朱元璋, 在陈有亮修兵养神之际,连夜带领给箭头交上燃油的弓箭手突袭陈赢刘伯温还夜,观天象算准了入夜,必将刮起大风,于是一场猝不及防的大火烧垮了陈有亮的大仗。 朱元璋趁火攻之势率军,一举拿下了陈有亮朱元璋,担心刘伯温宫高盖主打败陈有亮后朱元璋又在刘伯温的帮助下,一次降服了其他几位实力较强的地头蛇不,扎稳打得统一了中原如愿坐上的皇帝宝座,打下江山道了,论功行赏之计多。 仪的朱元璋怕刘伯温因为太过聪慧早晚会,功高盖主,就随便给刘伯温封了个小馆。 刘伯温不服,但也在朱元璋那里讨不到说法,就一直大财小用受尽冷落刘伯温为诸葛亮转世这一天刘伯温途径一庙宇,看到一座石碑,刻然写的前是诸葛亮后是刘伯温。 刘伯温恍然大悟,原来自己神间妙算天赋一柄净世诸,可孔明转世,于是刘伯温辞官还乡前心修道,终于飞升成仙朱元璋中,前偶清传文刘伯温为卧龙之后。